好 从4月1号开始在加州销售税又调涨了 并不是4月1号愚人节二作剧 而是去年11月加州选民公投的结果 那么这次加税从0.25%到1%不等 一共有24个城市调涨 其中南加州华人城市大部分是不受到影响的 无论商城里逛街买衣服还是购买日常所需 现在又要多花钱 4月1号开始加州又一次大范围调涨销售税 落线包括三个城市 五号公路穿过的商业市 落线西南部的Cover City各涨0.5% 落线东南边的La Morada增税1% 会计师提醒 平时喜欢在这些城市消费的民众 荷包可要看紧了 比如说City of Commerce 那边有一个outlet 我知道很多华人喜欢到那边去sharpy 那他这一次呢 就是说如果你要 你就是要警觉到 就是说现在如果你开始 4月1号开始再到那边去买东西的话 那你就会多付0.5%的消货税 虽然最高1%的税率调涨 对小额购物影响不大 但如果是1000块的电脑 算一算就要多付10美金 3万块的车就要多付300块的税 因此会计师提醒 大格购物最好还是去税率低的城市购买 另外区别于1月加州增税 主要是用于补足教育经费 这次加税收入则是入各市自己的腰包 增加的税收呢 基本上来讲完全是用在各个不同的city里面 完全看city council 他们当初的proposal 他们的决定来做看他们的使用的用途 那这个税收呢 就是用在这个city 所以跟你自己居住的地方完全没有关系 这次销售税增加 会计师表示 同样是去年11月加州公投的结果 影响范围一共包括24个城市 虽然对南加州华人聚集地区影响不大 但北加州地区的Marine, San Mateo和Santa Clara 三个县全县范围都受影响 以上是东西新闻网友李宗瑶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